5月19日水游城窗案枪手, 詹德龍被紐約州一個大陪審團正式起訴, 他在法庭短暫露面期間被台下聽審的觀眾被罵作懦夫。 19日戴著手扣新村橙色囚服的詹克龍在六名警察的護送下出現法庭, 他戴著口罩面無表情。 警方宣布依利怨大陪審團已經在18天投票通過了對被告詹德龍的起訴書, 目前還不清楚指控的內容以及起訴書中列出的多小項罪名。 詹德龍此前對一級謀殺罪的指控,他不認罪。 此前,庭審持續了大約4分鐘, 法官下令將詹德龍還押後審等待大陪審團的進一步行動, 預計他將在6月9日再次出庭。